家长考试 现在开始 第一轮做出孩子们爱吃的食物 做饭 我不会啊 我更不会做了 这可怎么办 我们家小雪最喜欢吃青菜了 我要给我家小雪炒一份青菜 小贝最喜欢吃臭豆腐了 小雪妈妈 你可以帮我做一份臭豆腐吗 没问题 给你 我都不知道我家黑暗魔王喜欢吃什么 不过我最喜欢吃螺蛳粉了 要不你给黑暗魔王也做一份螺蛳粉吧 好的没问题 孩子们 这是家长们给你们做的好吃的 你们品尝后给他们打分 哇塞 是我最喜欢的青菜 太好吃了 我要给妈妈打一百分 太谢谢你了小雪 哇 是我最喜欢吃的臭豆腐 我吃 这臭豆腐 怎么像是小雪妈妈做的呢 哎呀小贝被你发现了 哼 妈妈 你居然让别人给我做饭 不过看在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的份上 我给你打六十分吧 老爹 你怎么给我做螺蛳粉了 我最讨厌吃螺蛳粉了 螺蛳粉可好吃了 儿子你先尝尝 尝尝尝尝尝 我知道黑暗魔王最喜欢什么 我现在就去买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去买 现在家长们已经买回来了 孩子们可以打分了 小贝 这是妈妈给你买的你最喜欢的爸爸娃娃 哇塞 这是我最喜欢的礼物了 妈妈 我要给你打一百分 黑暗魔王 这是爸爸给你买的赛罗奥特曼 我最喜欢的 明明是迪迦奥特曼 老爹知道 可是人家的迪迦奥特曼卖完了 老爹没办法 才给你买了赛罗 好吧 那我给老爹你打八十分 小雪 这是妈妈给你买的练习册 妈妈 你怎么给我买练习册啊 因为你不是最喜欢学习了吗 但是这次要买玩具啊 我最喜欢的玩具 是叶罗里玩火啊 什么 我不知道啊 妈妈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次我要给你打零分 好了 这轮分数出来了 马上开始第三轮 第三轮 是小朋友们打分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贝安老爹 小贝妈 小雪妈 应该打几分呢 在评论区和弹幕告诉我们吧